西马外交部发表声明说 两国将开始就白礁和其他岛屿边界问题进行谈判 国际法院2008年裁定白礁主权归新加坡 中年礁归马国 联合委员会将讨论如何执行这项判决 两国领导人去年4月也表示 希望解决海上边界问题